大家好,这里是宝宝影像声色 新十二刚出生,体肤上往往会附着很多羊水、血污 有的还会有一层厚厚的白色胎质,看上去脏兮兮的 但护士并不会立刻给他们洗澡,那是怎样处理的呢? 一起来看看吧 眼前这是一个刚出生的小宝宝 护士赶紧把他抱到操作台上,迅速地用不擦拭 动作超利落,宝宝一下就干净了 那肉嘟嘟,粉嫩嫩的肌肤立马显现了出来,真是太可爱了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,为了新十二的健康 最好在婴儿出生24小时后再给他们进行第一次洗澡 那为什么要在第一时间内对新十二进行身体擦拭呢? 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,在怀孕期间,胎儿一直在羊水的保护下成长 但出生后,这些羊水与空气接触,容易滋生细菌 因此,迅速清除羊水,确保新十二的提导清洁 是保护他们免受感染的第一步 其次,不同的分娩方式会导致新十二干净程度有所不同 自然分娩的婴儿在通过产道时,可能会带有血丝或母亲的分泌物 清除掉这些异物,可以避免宝宝皮肤出现发红、发炎、溃烂等不良症状 然后,新十二在分娩后需要自己调节体温 而外界的温度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挑战 护士在擦洗过程中会刺激到新十二的皮肤 帮助他们保持体温,适应新的环境 最后,护士的揉捏和擦拭动作还能刺激新十二 让他们哭出来,加速他们的血液循环,帮助宝宝更快的适应这一世界 你家宝宝出生时是干净的还是脏的呢? 欢迎留言评论分享